作为弗洛斯的管理者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外面来的人呢 这是一座因为流星而诞生的床舍 不过一场可怕的天灾 改变了这地 沉睡在梦中的星星了 轻轻听我的愿望 光芒绽放 接下来 是魔法少女的时间 好了 别躲 别乱动了 是魔法少女的 在想什么呢 让我猜猜 哦 想要更多亮晶晶的东西 魔法可不是万能的